今天我们分享一个屈膝的正确方法 帮大家在站桩过程中 能够站得非常的顺畅 而且两膝不受力 关键是站完之后走路真的很轻 那么大家一定要把本条视频 点赞收藏转发了 我现在就来帮大家教学 对于一名初学者 目前正在自学站桩的朋友来讲 你屈膝的时候 就是不要再去往前顶了 因为顶完之后 只要左右晃动 它都是错的 因为它发软 发软它就承受不住 你上半身的重力 那我们平常去屈膝的时候 你可以先把两腿绷直 然后你先适当弯曲一点点 弯曲的过程中 一定不能让身体往下趴 你弯曲的过程中 你一定不能让身体先往下压 这样的话膝盖容易受力 您先昂首挺胸起来 您先微微的屈膝 在这个过程中 膝盖是不会受力的 把它先弯曲完之后 您拿着您的上半身往下一松沉 你感觉两膝瞬间就吃上劲了 这个劲是一个上下的支撑劲 而且脚底板会发重 大家您试一下 先崩直 对吧 先弯曲 然后再松沉 只要你能感觉到两膝是一个正常弯曲状态 能做到一个上下支撑的 两脚底板是偏重状态的 这种去膝 你大胆放平战 包括打太极拳 杨式 陈式 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的宗旨是让各位同学 学会每一个细小的环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